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韓院長我就不知道他怎麼想了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說 美國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這個麥考爾主席 當面稱讚我們輕鳥行動 他網絡上面的PO文是說 在過去這幾天 看到民主在這邊發揮作用 他還特別提到了 說他正在發出他們的聲音 不用擔心會遭到報復 這根本就是民主的燈塔 可是他那個翻譯 我後來去看了他的影片 他有落掉一句 他是對著韓院長講 他說 相信我 美國國會在許多方面 是非常相似的 可是問題是 當美國國會 在前幾年發生那個暴動事件的時候 麥考爾是怎麼說的呢 他是說 Assault on Democracy 意思就是說 這個算是對民主的攻擊 暴力行為不能容忍 必須要停止 因為在國會裡頭 我們要做的是我們的工作 不是在外面煽動這種暴力 好 我們現在就要問了 為什麼輕鳥行動 那個時候其實場外是非常非常熱的 甚至私底下也看到在網絡上有人在講說 不要衝 不要衝 表示現場確實有人情緒比較高漲一點點 但是過了20小時 突然之間情勢反轉了 非常平和的落幕 因為那個早上不是聽到柯建民 吳四瑤講 叫輕鳥飛進一場嗎 那為什麼後來 卓榮泰到下午馬上說民眾不要集結 現在吳子嘉董事長他說 原因就是因為美國啦 有美國希望民進黨政府不要再動員群眾走上街頭了 現在在美中之間 因為在兩方或是三角關係裡面 這個其實是錯綜複雜的 你看看 兩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是現在因為美國的參眾議院接連訪台 所以對岸的戰機直接進到了 我們有史以來最接近北市的距離 進到了應變區裡面 而且是38架的戰機 有三架就進到我們這裡面來 非常非常的示威意味 就是警告意味非常濃厚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狀態當然就是要警告 所謂的不要台獨勢力 聯合外部勢力 可是所謂的兩岸互不隸屬 到底國人怎麼看 媒體保電子報現在做出來的最新民調說 基本上說兩岸互不隸屬 這個說法對我們國家安全 有45.7%的人是認為是不利的 也就是大多數的人認為這樣的說法是不利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同時也看到了 台灣民意基金會在問到說互不隸屬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有7成4的民眾是認為同意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現在應該要怎麼樣來解讀 媒體導電子報就特別提到 其實在講完這句話之後 賴清德他的信任度現在已經有53%了 滿意度甚至有45.2% 也就是說大多數的人理解那個不利 但是他們基本上也同意那個互不隸屬 如果這個路子再走下去的話 吳子家大膽預測 一個月之後很有可能滿意度會突破五成 甚至讓賴清德擺脫雙少數總統的困境 也就是說他當選的時候40%的民意 以及他的國會裡面是少數的 可能這個雙少數再走下去 他可以擺脫 但問題是如果再這樣走下去 兩岸之間那個敵意螺旋會更深 現在我們就看到了美國這邊 又有新的信息出來了 川普現在說很有可能在年底的時候 會當選他今天爆炸性的言論是說 如果他的任內對岸清台的話 他會轟炸北京 我們就想問真的有可能嗎 因為過往美中直接參戰 大概就只有韓戰的時期有過 古寧頭戰爭那個時候打成那樣 美國都沒有直接參戰 川普你真的相信他會直接轟炸北京嗎 因為現在兩岸之間的情勢 跟當年不太一樣 現在中國的軍力也跟當年不一樣了 現在是什麼 是他們的福建號的二次 二次的海市 先前有說到二次海市 但是一直不知道 後來是什麼 後來是因為 有人在看到他們發布 這個魯航警的軍演的時候 才發現說 怎麼福建艦在這附近 那個時候看北韓的 衛星試射失敗的時候 才發現說原來 他已經在黃海這邊了 那是要做些什麼呢 黃海現在看起來 上面的這個東北亞的部分 因為南北韓的關係 有些騷動 台海的部分 就不用說了 親事是緊張的 南海的部分 現在呢 這個對岸也直接提到 他們的海警呢 可以在南海拘捕 外國人如果說呢 你真的進到的這個違反區域 這違反行為的話 好 菲律賓的總統就直接講了 那這樣就可能會讓局勢升溫 那如果外交部直接講 你們要跟我們對話 不是沒有門路 關鍵是要有誠意 誠意如何展現 現在呢 在新加坡吉祥要舉行的是 香格里拉會談 好 這個香格里拉會談呢 是防務安全防務會談 那在裡面的開幕晚宴上面 他們的總統小馬可是 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是 要舉行一個演講 這個演講某些層面上面 其實因為這個場域 大家都會來美中還有東亞各國 通通都會到 你是可以釋出善意的 只是在這個場會上 他會說些什麼話 是去找盟友讓情勢更激烈 還是說希望讓情勢緩和下來 會怎麼選擇 請教亮哥了怎麼樣來看 好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 美國現在又當面的 在稱讚這個輕鳥行動 但是跟他們自己 在他們美國看待民主的立場 一樣嗎 這個和平示威跟美國當然是一樣的 這個美國不會有意見 重點是他的訴求是抗中保台 而且本來做事要衝進立法院 這是兩件事 美國憂慮的是衝進立法院 然後造成抗中保台群眾 佔領立法院 你想一想美國會 他就認為這個會造成台灣的社會動盪 你認為韓粉不會出面來保護韓國瑜嗎 那就是台灣社會大動盪 那你不要忘了 中國大陸的反分裂法 動武的三條件之一 是台灣社會動盪 我認為美國是想得比較遠 你可以幹嘛靠來台灣 照你講他應該是民進黨的好朋友 他的記者會 你看他講的那兩點 那幾乎都是潑冷水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跟大陸是有紅線的 那不要踩 不然會發生很慘重的戰爭 對不對 第二句話是什麼 說如果台海真的發生戰爭 那即使台灣不是挑釁引發的 美國也會陷入困難的選擇 而且後面又講了結論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避免戰爭 這什麼靠講的話 大白話 而且他就當著賴清德的面 跟記者這樣說 他有必要這樣嗎 所以我坦白說 我認為他是協命而來 因為他是共和黨的 他有必要去幫拜登開脫嗎 這個就是美國立場 美國對外坦白講是滿團結一致的 他就認為你台灣不要這個時候給我添麻煩 所以你說他那個卓榮泰聽懂了 他心得聽懂了 所以為什麼卓榮泰 他就做了兩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說群眾 明天不要來立法院 可是他知道不能只這樣做 這樣會被罵 果然被罵了 有一堆人在罵他 他又做了一個動作 說勸海院長不要三讀罵 對 那這個動作是要幹嘛 就是準備復義用的 因為他知道他會提複議 所以就表示說 海院長我有跟你講我反對 那後面就是要提複議 可是提複議也沒用 藍白只要合作 複議還是不會過 這個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美國態度是很清楚的 他當然支持和平的民主的抗議 可是他認為你這個時候 如果讓群眾闖進立法院 那是不得了的事 所以你要節制 這兩件事並沒有矛盾 你不要搞錯了 還有你剛剛提到一大堆民調 知道這之間也沒有矛盾 比如說你問我 你信不希望台灣跟美國建交 我跟你講百分之百 大家都把贊成 問題你做不到 所以你問說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不是互不隸屬 你當然是主觀上 尤英龍的民調是74 那TVBS的是64 對不對 主觀上當然是 可是大陸反對 大陸認為這個就叫兩國論 所以我要做動作 那你就引發了兩岸的動盪 那兩岸動盪之後 你認為賴清德 他民調一直會在這裡嗎 這個誰也不能預測 所以你主觀上的希望 不等於你可以這樣做 是 這個世界上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政治也不用討論 人生多美滿 對不對 那至於賴清德的民調為什麼高 百億度為什麼有53 我覺得那個就叫做蜜月期的民調 還在蜜月期裡 我跟你講蔡英文 2020年他當選57% 他百億度是68 賴清德你40%當選 滿億度53又怎樣 這個就是一個 因為台灣老百姓就是善良 他就會覺得說 應該給新的當選者 一點時間 讓他來落實他的想法 就是這樣 可是賴清德 你如果沒有把握你的蜜月期 讓兩岸回穩 讓這個朝野不要繼續有這樣的 震盪波動 我跟你講你的民調不一定堅持得住 說實在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沒有矛盾 說尤雲龍那個民調也對 沒有錯 我主觀樂見 可是這樣並沒有說明兩岸關係的矛盾 並沒有 就是主觀樂見 但問題是他到底是不是務實上面 特別是我們現在這個總統 強調自己是很務實的 來請教一下吳老師怎麼看 麥考爾來講的話 非常的耐人尋味 其實他講不支持這個 國會大廈的暴力 他講是美國那個 醫院的佔領國會大廈 他共和黨 他自己打了川普的巴掌 當然這個川普可能再回來 那他跟麥考爾的關係 我覺得不太好 那台灣呢 如果我們真的民眾衝進去 那麥考爾其實他告訴你說 民進黨你這個是兩面刃 你可以煽動群眾沒錯 其實賴清德出來講話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點在煽動群眾 將人民兩極化 其實台灣的選舉就這樣子 你贏一票就贏 所以你不用當多數總統 40%當總統 賴清德現在在兩極化 他那天出來講話就告訴你說 繼續支持我 問題是如果民眾衝進去 不但台灣動盪 剛才亮哥講的沒錯 美國可能也會有干涉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他講的這個 台灣是不可動的紅線 我覺得很明確 而且他又講了 就算打仗 不是台灣自己挑釁 美國會不會幫是一個問題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他們傳統的戰略模糊 戰略模糊講的是說 台灣不要單方面宣洞物獨立 不然放鬆戰爭你後果自負 第二個北京不可單方面動武 違和 所以它是這種雙重嚇阻 其實戰略模糊是雙重嚇阻 現在麥考爾其實再把它講一次 講得更清楚 我們就是戰略模糊 沒有戰略清晰這種事情 當然會講說拜登講了四次 好清晰好清晰會來幫忙 什麼時候幫 怎麼幫都沒有講 甚至他講完之後 布尼格爾斯講的 他講說其實拜登講完之後 他後面的智囊團 不敢去跟總統說你講錯 你不能這樣講 但是坦白來講 我覺得他是過來告訴賴清德 你現在就職電影講完了 你也講了互不隸屬了 該是穩定下來 你不要做到前座去 我們講我們在形容美中台關係的時候 特別是有時候台灣喜歡跑到前座去 美國人說你坐到後座去 就是這樣子 至於賴清德講的這個 兩岸互不隸屬這個東西 我還是要講一次 因為蔡英文之前都是在國慶日講 談話講 他沒有在就職典禮講過 賴清德直接在就職典禮講過 這樣講出來代表什麼 他接下來的方針 他的動作都是朝這講的 當然這個民調很高 其實我們當然是這樣 老百姓這樣想 他就是一個我們講的維持現狀 你看維持現狀大概就是60%多到70%多 你問台灣老百姓你是不是隸屬於中國 當然他會說我們不是隸屬於中國 我們自己是 對不對 中華民國台灣 對不對 但是你用講出來 特別是在就職典禮講出來的殺傷力 那是不一樣 而且特別是賴清德的人設 我們要再講一次 他的人設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前進白宮說就是完成他政治上的終極任務 你特別在就職典禮場上面講兩岸互不隸屬 這個造成的動盪鐵定 我們已經看到小部分後果了 對不對 軍事演習A 亮哥也講會不會有B 會不會有C或有D 可能接下來都有 但是我要再講一次就是 如果 他 我講的兩岸互不隸屬 我自己覺得 他其實就是馬英九講的 互不承認 互不否認 對不對 當馬英九講互不承認 互不否認 民調也是很高 支持度也很高 對不對 兩岸互不隸屬一樣高 不代表什麼 就是維持現狀 如果他敢講 兩岸互不隸屬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後一直講一直講 你看他那個民調會不會再高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用詞 就語言上的一個智慧 他知道說兩岸互不隸屬 這個做出民調會是這樣 所以他敢在這個所謂就職典點上 非常勇敢的講出來 問題是後面的後果 還有我們要去分析 接下來不管在經貿上面 在這個所謂交流方面 甚至旅行團方面 我覺得都很悲觀 確實 好像旅行團 今天觀光股已經有點慘了 但我們也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艦長 原因是因為當川普告訴我們 如果對岸清台的話 他會直接轟炸北京 可與此同時 大家是在看什麼 其實是在看北韓 發射衛星的殘骸的時候 才發現 福建建為什麼現在會跑到 黃海的海域上 他們到底在幹嘛 首先我說這個川普講話 是語不驚人 事不休 而且到了總統大選 你就會知道這些人 講話越來越瘋狂 那你先不要說他會不會去搭 但是我先跟你講 所有的戰爭 現在第一個一定要講的就是 法律戰 既好要法律戰 什麼叫法律戰 就是在法律上 你要站著住腳 基本上你才能夠出兵 好不說當初這個美國打伊拉克之前 他第一個先到國會 取得國會的同意 然後他又到聯合國 聯合國也同意 然後他才出了一個聯軍 當然是以美國為主 但是你只要今天發動一個戰爭 沒有經過聯合國的同意 那都是叫做戰爭罪 如果說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兩岸打起來 對不起 他不符合聯合國的戰爭罪 為什麼 因為這是內戰的延伸 就法律而言 我不管你怎麼看他 就法律而言 他就是內戰的延伸 任何人如果涉入這個東西 好不說美國打過來 美國犯戰爭罪 記住 這是法律上就是這樣子 第二個我在講這個福建建 大家對福建建都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他現在在海市 港市完畢在海市 港市跟海市的責任 都在造船廠 他在負責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證明我造的 這艘船是合格的 這艘船上面的所有東西 船 電力 推進系統 通訊什麼等等 我都能夠支援 但是這艘船能不能作戰 是結合了接艦的官兵 接艦官兵跟 我們這個叫做造船廠 絲毫沒有關係 我舉個例子 好比說這個船出去 他什麼時候會去測試那個 飛機起降 原則上要等到交給海軍 就成軍以後 交給海軍 成為海軍的一份子 他才會去做 這個東西有一點像什麼樣子 這個汽車廠 我造完了汽車以後 我的造車 造汽車的廠的責任是造一個 符合你設計條件的汽車 這個汽車跑出去 那個駕駛開著他 能不能夠發揮汽車的這個效能 能不能夠讓他原地打轉 對不起 那是駕駛的事情 同樣的這個 福建艦 未來戰鬥機飛行員 能不能夠順利起降 那跟那個戰鬥機飛行員的技術有關 那個跟造船廠是沒有什麼太大關係的 所以在成軍之前 你可能可以看得到一架飛機在上面 他在測試他的卸載 或是從機庫裡面到甲板要多快的時間 那個需要測試 但是起降結合到飛行員 就不是造船廠的責任 那要到成軍之後